歡迎收聽解釋的資料 我是小潔 今天論文時間是2023年7月23號晚上的6點6分 今天是我們新聞視播集的第24集 這個視頻我們會帶大家帶來一些旅遊 飯店航空相關的一些新聞還有一些便宜的票價 我決定這一集先把一些便宜的票價放前面 最近有些便宜票價很多都是從高雄發 KHH發 有一些可能是從桃園發的都飛往東南亞 例如說像長榮跟華航 最近都把非曼谷的航線都已經砍到不用1萬塊了 我覺得不用1萬塊的曼谷是非常值得去的 基本上他們也都是搭飛機 曼谷本身它的住宿品質也非常的不錯 雖然消費已經越來越接近台灣了 但還是會覺得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很趣的地點 當然你非曼谷不一定只要去曼谷 你可以去蘇美島 你可以去Pattaya 你可以去各種邪奇怪怪的地方 因為巴蘭岸泰國其實蠻大的 這個也是一點推薦 還有一些越南馬尼拉 因為我對菲律賓性質缺缺 聽到馬尼拉我就會想就覺得不舒服 那個機場真的很可怕 但是也推薦給大家 很多東南亞其實最近都在特加大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我們畢竟也算是半個日本台 所以現在東北亞 主要日本的機票還是普遍偏貴 還是普遍偏貴 大概是在被動進大段1萬4左右 所以大家可能還是多利用一些 比如說像庫航這種U值的廉價航空 或者是一些U值的里程計的話 可以去兌換一些U值的傳統航空的票 我們之前也講過好幾次 我就這邊就不要一直在退客 要不然大家都去換票我就換不到這樣 當然這些航空公司可能有些冷門的航點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趁這個時間 去一些比較冷門的地方 像東京大阪 尤其東京現在的住宿價格真的是超幹寶貴 現在超幹寶貴 現在比疫情之前 我覺得都還要在櫃以上一大截 要不要一截 供大家參考 有些二線城市我覺得也是蠻好玩的 或者是說可能像仙台 你可以去做牛舌 有的仙台 光是你在車站旁邊 你大概就可以帶個三天 機能好東西也好吃 所以我覺得不一定一定要往東京 也不一定一定要往大阪進度去 很多二線城市 畢竟那是日本 畢竟那是日本這樣 好那這邊就講到這邊 那當然還有一些首爾的票 首爾的票就真的也是蠻便宜這樣 再來不小心講到時候 我就想上一集 其實我們講到一些JGC的 一些Mileage Run的票 大部分可能就是從首爾去發 然後經過東京去轉往 例如說關島或者是曼谷的一張票 或新加坡 這張票當然隨後也在一些部落客 一些網紅 一些KOL的網站 或者是Podcast 或者是Email 裡面都有提到 我覺得大家也都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是提供大家一點方向 我不太會去講那麼詳細的東西 因為第一個那麼詳細的東西 並我們的受眾沒有那麼廣 我們受眾其實還是一些 就是聽好玩的 或者是說可能是里程的小掰 或者是里程入門者 那些Mileage Run這種東西 如果你連這個Mileage Run 聽不懂的話 你就沒有關係 你大概是我們聽說95% 都聽不懂這個字 所以沒有不重要 這不重要 我們就是提供一些很專業的人 我們就點到為止 剩下大家去找 或者是說你可以直接私訊我 因為有人聽到 就真的私訊我說 你在說的是哪一條路線 我就提給他 所以其實我們 我不會把每個東西都講得非常深 即使我沒有講得很深 也有人覺得我已經很深了 這也是 有時候也是一個很偏差的情況 我以為我很之類的 好大概講到這邊 首爾發的JGCE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覺得時間非常多 至於要不要跑就簡直 如果你是沒有藍寶石的 我是覺得你真的閒來無事 可以去跑一下 當然是閒來無事 還要有先前 好再來我們就講到這邊為止 就是JGCE的部分 我們就進到這次的新聞 這次新聞的話 我覺得想想的第一則是 我上週在大概上週三上週四 我自己在個人的Instagram 有PO這張BUG票 就是國泰從成田機場 東京成田機場 發了這張商務艙機票 成田台北 台北成田 這一張票的票價是17000 我記得我傳了這張票給Cindy老師 因為我還是會稍微照顧一下身邊的人 雖然我不太喜歡PO到群組 我有參加群組 但是我都不會在那邊PO東西 我都在那邊偷偷洗手資訊這樣 我就把它傳給一些我比較熟的人 Cindy老師看到就說17000 17000有便宜嗎 其實他先也想說17000很貴 因為他買了一張9月還是10月的票 是台北東京東京台北這樣 然後是12000 我就說大姐這個是商務艙 所以這張商務艙確實是BUG票 為什麼要怎麼看BUG票 你就把時間移一移 或者說你看一下其他航空公司 其他航空公司在同一天的這一段航班 同樣的航班是35000到6萬左右 到6萬左右 那6萬是什麼狀況 6萬是因為有些可能是卡到連續假日 連續假日或者是什麼 蜂業季什麼軌跡的 一定很貴的一定 所以我不要用那麼極端的 不要用那麼極端的日子 大概就是35000到5萬左右 那這張票只剩下17000 所以這張票非常非常非常香 問題就是問題在要買幾張 要買幾張 但是我這個賭信算是堅強的 我這次也只有買一張 問題是因為我真的沒有那麼多時間 一直跑日本 還有他是桃園出發 他如果今天是雨天的話 哇操 絕對是買爆 絕對絕對是買爆 所以這邊就有點可惜了 我最後只有買一張 那這張票目前到現在都還沒有被取消 紙艙的是艾艙 所以如果你有在累積國泰航空的 現在叫馬可波羅 就是他們的匯集的話也是僅供參考 但是也沒有用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這個價格了 如果那時候有買 然後那個時候可能沒有 只是注意這張票的話 那他是艾艙這樣 這種第一時間的東西 我都不會錄節目 因為我覺得要趕時效性 有點太累了 所以我這種東西都會直接放在動態 這種動態就是你自己買 請你自己負責 你不會 我只是提供資訊 最後下站的人是你對不對 我跟你們講說 你可以去這個銀行貸款什麼東西 但簽下去那個約 貝拉廉政人是你 所以這不是我要負的責任 所以這些BUG票我自己都是 我自己會先綠過一層 我自己就覺得說 天啊這個我絕對不會買 或者是說天這個東西 根本就是什麼沙烏地阿拉伯發的 請問誰會去沙烏地阿拉伯 或者是說有些票 像是我前面講的這句C 這句C其實還有一個票是從德里發的 是從印度發的 從印度經過東京 然後再飛到紐約 這張票它的CP值非常的高 如果你要MR的話 但我有沒有推這個 沒有 因為這張票 你光是你要去德里這個航班 你就會噴掉很多很多的錢 所以我自己在分享資訊的時候 我大部分會講 但我有些東西 我可能就會把它filter掉 像首爾發 它就相對很簡單 第一個台北首爾 班次很多 聯航很多 理財票也非常的多 就會很好去 這個就是我在分享資訊的時候的一些小原則 這個就是國泰航空的成田發的票 目前還沒有被取消 但會不會飛得成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就是覺得你沒有取消 我就當做我可以飛 然後買了一張是8月底的票的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再跟大家分享 當然因為這是成田發 所以成田發的話我必須要 自己包一個去塵跟一個回塵這樣子 所以一樣所有的外戰出發 不管是從哪邊 馬來西亞還是從東京都是一樣的一個概念 這個新聞就分享到這邊 目前沒有這張票 但以後如果你有什麼想要資料資訊 或者想說這張票好酷 你可以跟我分享 我最喜歡買這種bug票 所以可以大家都透過IG跟我分享 第二則新聞的話既然講到東京 我們就來分享一則我今天最喜歡的一則消息 就是長榮航空日前有宣布說 松山雨田跟松山紅橋這個航線 自從8月22號開始 即將要改由342座的787池來直飛 這個新聞其實我應該在年初的時候 我就分享過這一個rumor 一樣我對rumor也是一樣 我會有一個filter的原則 我覺得這也是有可行進的 我這不可行進的 因為像78710跟例如說350 有人想說為什麼華航不用350去飛 因為350根本沒有辦法 其實它是沒有辦法降松山的 它翼展太寬 你真的350下來的話 它其實會沒有地方停 當然華航曾經有緊急轉降了一台松山 但是那個是特殊情況 所以這種訊息我會透過我自己的想法 然後去過濾掉 那78710 7879 7878 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長榮其實也很久以前都有rumor說 即將用78710來替換A330 就是我之前一直在抱怨說 這個松宇縣的長榮跟華航的飛機 真的非常非常的破 尤其華航 長榮的話其實有些已經改航了 好一點點當然還是有點痛苦 你就覺得有點累這樣 當然換成78710 對於如果你是這種 跟我一樣是很喜歡新飛機的人 你就會很開心 對於功夫可能就有點痛苦 因為我覺得78710的人數的密度 好像有點大 好像有點多這樣子 就是你一對 你看一對很多個人這樣 330就還好 當然對旅客來講 像我這種人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另外一個是說 在原本330的飛機的商務艙 它的格局是222 222就是雙走道 然後是左邊兩個 中間兩個右邊兩個 然後這我們習慣會講 Configuration叫222 那在這個商務的 78710的商務是121 是121 雖然很多人說這個121很卡腳 但我覺得 我覺得還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 就是因為我藏一個人飛 所以如果你給我222 我就是等於是說 我要跨過另外一個人 可能在睡覺 他可能在平躺 我要整個跨上去 我要跨坐在他 不是沒有在跨坐 就是我要跨過去 我才能出去 這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變成說 我是一定會坐窗位的人 但我如果坐這種飛機 我就會謹慎思考 我要坐窗位 其實我坐走道的時候 我還要思考說 Shit我旁邊那個人 會不會想要出去 如果我這樣躺下來睡覺 他是不是 他出去他會不會害羞 不好意思 所以這個就是 不喜歡這種222的格局這樣子 當然如果你是這種情侶出國 或者是你父母一起坐的話 這種是很理想 但是就不常這樣子 所以787對我來講 121讚 就是讚 雖然人確認卡腳 但我想說 奇怪 我自己我也180 我也是覺得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卡腳了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是比較寬的人 那你就會 確實會覺得說777比較舒服 但是你說777會不會拿來飛松山雨天線 不可能 不可能 雖然說之前日航用777飛 也不是說777不能降松山機場 而是說它可能777也未必能夠 第一個是未必能夠載滿 就是777的重量 其實會對附近北路地下道造成很大的影響 就它降落的時候 有可能會讓那邊的地下道有點危險 所以是有一些限重的 對於777來講是有限重的 有人也會問什麼380 都一樣 都是重量問題 所以在松山機場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 驛展的問題 就是這個飛機機翼的寬度問題 第二個是你的重量 你下去的時候會不會直接炸掉 然後再來第三個就是跑道長度的問題 但我覺得松山機場跑道長度還可以 當然也沒有到非常長 但還是可以 好 大家就這樣 就是松山機場的一些飛機迷 給大家分享一些東西 對於常旅客的話 他們的商場總算是要更新 就是感謝常人 反觀華航的理論上的替代機是787 理論上330的替代機應該會是787 但他們787還在哪 不知道 787預計是要2025年才會轉交 也是今年的新聞說 他們簽了787的訂單 好 既然都講到飛機的東西 我們繼續分享一些飛機 我知道應該有些人已經快睡著了 你就當氣溫意識聽聽看 最近其實華航也發布一些新聞稿說 北美要征班 因為他們最近的北美班子 真的是遠比長榮還要低 然後加上星宇也是要進軍北美的 西岸的一些城市 像西雅圖跟舊金山 所以說華航也不能落人后 但是我前幾期其實也有講到說 華航最大問題是什麼 不是說什麼空設好不好看 不是這種事情 是它的飛機真的不夠 它飛機非常非常少 所以這次我就去找了一些危機的資料 它們飛長程航線 華航的部分只有14台的A350-900 跟10架的777 大家沒關係 這個機種都忘記 基本上它們可以飛長程航線 只有24台 只有24台 這個有些人都還是少不知道 現在目前星宇是3台 3台就被骂爆 就有這個長榮機 這個華航只有24台 不要忘記 如果今天有元首 大首腦要出巡的話 其實你會扣掉兩台 你會扣掉兩台 為什麼 因為一台你是要飛 另外一台是要standby 另外一台是要standby 所以有可能有時候會 飛機會更短少這樣子 所以沒關係 我們就是best case 24台 然後沒有一台在維修 再來是長榮 長榮的話 它目前有34架777 這裡都講長程版的 都講長程版 跟4架7879長程版 跟6架的7870長程版 所以它們長榮可以飛長程的東西 是34加4加6 等於多少 44 幾乎是華航的兩倍 幾乎是華航的兩倍 載客率其實長榮也基本上 都是屌打華航 所以其實長榮你去看 他們什麼營業的 叫什麼EPS嗎 還是什麼 就是他們的利潤 其實真的是非常高 他們真的是很會賺錢的 一家航空公司 所以可以理解說 為什麼會覺得說 華航真的飛機都不夠 華航為了要開一些航點 包含布拉格的一些航點 其實也變成 他們在北美 這些比較真的可以賺錢的航點 真的就比較沒有辦法擴張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你為了去開一些 可能是政策性的航點 布拉格 對不對 你懂我的意思吧 你可能去為了政策去迎合這些航點 但是你可能也會掉了一些 你營收上需要的航點 我覺得這就是華航的一些宿命 包括買飛機 他們有時候也是遇到很多問題 或者是可能就也是要政策買單等等 當然這個我並沒有確切的證據 但是感覺就是這樣 感覺就是這樣 當然其實像350也是一台很好的飛機 希望他們可以多賣幾台 目前他們只有14台的350-900 這個新聞變成說他們是希望 他們為了想要衝進北美市場 於是他們的董事長說 他們決定今年底要火速搶購商機 要再租一台的A350-900 很好笑 他們就是要火速 結果他們只買了一台 所以我不太只租了一台 我也是聽不太懂這個原則 這個邏輯是什麼 之前他們777就買太少 長榮就買一大隻777 現在就長榮在賺777很紅的 這10年這樣子 現在他們後來買到350 350是一個很好的飛機 現在這個台數真的是太少 所以他們航點其實很多都有 比較難以擴張的問題 好 這則新聞基本上就是華航 說他要衝北美 但是飛機不夠 所以決定再租一台 繼續講一些 就是一樣是北美 因為星宇 星宇確實也是想要在年底的部分 趕快衝美西的一些航點 每些航點他們會擴張的就是西雅圖 以及舊金山的部分 這就很有趣了 其實我們就講西雅圖目前只有長榮在飛 目前只有長榮在飛 一天是一班的樣子 用787 忘記是7879還是78710 7879的樣子 都有 我印象中一天一週有兩班是78710 有五班是7879 反正就是787 隨便 其他兩家航空車就沒有飛 舊金山這個行程就非常有趣 目前信宇說他想要開航 然後華航目前印象中 好像還沒有開舊金山 有開舊金山 應該也是daily一班 就是一天一班 還有一些貨機 長榮的話一天幾班呢 一天是三班的樣子 一天是三班 有些天數好像是兩班 好像有些天數是兩班 至少保底兩班 BR7 BR17 BR27 為什麼我這輩子787 不是因為我是空腹 是因為我搭這幾班回來 就是這幾班 當然華航的話好像一天只有一班 也是跟長榮同時飛回來 淋成一點鬼時間 這個太細節了 最近有聽說一則新聞 不是聽說確定的一則新聞 就是聯合航空 聯合航空是在美國的國籍航空裡面 唯一有直飛台灣的 他們唯一的航點就是從舊金山SFO 飛回台灣這樣子 飛到台灣 原本是daily一班 而且這一班非常非常的有趣 這班它是用777直飛 所以它的商務艦是那種 E21 Configuration 這種的格局 然後它的也是Polaris 他們的北極星的商務艙 雖然我自己就覺得還不錯 15就還好 但是老實說 長榮有時候食物也是非常噁心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搭不到長榮 我覺得這班也不錯 這班也不錯 這班是可以考慮 因為它真的商務艙算是舒服 這班競技艙我沒有搭過 再來就是說 這班原本是daily一班 然後現在即將增搬到兩班 這其實蠻重要的一些賽 表示說確實在灣區工作的人真的是蠻多的 願意他們 就是EUA EUA增到兩班 其實這非常非常的多 我都不知道他們飛東京有沒有兩班 daily兩班 每一天兩班 所以一周就有幾班 14班 其實這個量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這條航線非常的穩 非常的穩 這條航線我一直都是覺得 這是飛台灣我最疑惑的一條航線 因為在疫情期間 在疫情期間 誰最早附航從美國飛回台灣的 每天的航班嗎 就是UA 就是UA 我印象中那時候的長榮 好像那時候班還沒有那麼穩 那時候他們也不願意去恢復一天一班 第一個恢復竟然是 聯合航空的這個航班 所以這個非常有趣 這代號是UA87E 如果沒記錯的話 即將在11月29號再征一班 這個真的是非常有趣 當然還是希望很多各式各樣的航空 也都可以來台灣增設這個航點 應該說可以來征班 因為真的有時候會覺得從台灣飛出去 是不是我都只能搭國籍航空或什麼的 好那這則新聞也是分享給大家 那既然剛剛講到舊金山 另外航點就是洛杉磯 洛杉磯這邊就非常正常 就是華航長榮跟新宇都還是有支費這樣 那我覺得在長榮這邊 有刻意想要把新宇壓下去的感覺 所以之前我印象當中也有正班 也有正班 所以現在西岸是兵加避震至底之一 就是想要 可能想要盡可能的不要讓新宇可以周葬起來 那我也不知道聯合航空這一個舉動 這個正班舉動 跟新宇航空即將開航 舊金山以及謝雅圖 這有什麼有沒有關聯 有沒有關聯 因為我自己是為新宇航空捏一把冷汗 就覺得說你現在這樣非常危險的 因為這樣變成台北舊金山是一個非常黃金的航線 是一個非常黃金的航線 因為你看長榮一天應該是三班 然後華航一天至少一班 聯合航空一天有兩班 我剛剛google一下 我跟證一下 華航一天是兩班 SFO飛台灣 長榮是一天三班 UA原本是一天一班 即將增加到一天兩班 所以這個非常非常可怕 這個已經當台港線在飛了吧 沒有這個大家開玩笑 就是這段航線真的非常非常的競爭 我其實也不知道 星宇航空要殺到多低的價格 才能吸引到客人 因為老實說剛開始大家可以長線 但是長期來講還是價格競爭 或者是可能你必須要加入聯盟 例如說你加入婚芋家 我覺得才有機會打 我覺得才有機會打 要不然這個 怎麼看都覺得星宇的長程線會非常的危險 因為長程線才是賺錢所在 好了 那這個新聞就到這邊 因為我這個航空的東西講的有點久 但是我還有一個東西要講 就是華航 又是華航 華航已經敲定了冬季航班的班表 紐澳縣這邊即將又要繼續的增班的樣子 即將要增班 首先是雪梨 雪梨是美洲會6班 墨爾本美洲5班 奧克蘭這邊是美洲6班 奧克蘭這個航線是從 先從桃園先飛布里斯班 然後再飛奧克蘭這樣子 就是給大家一些新聞 我要再岔出去講說 為什麼要想這個增班的消息 因為覺得說 小姐你跟我講增班 我不是旅行社 而且我也不會飛這個 但是如果你有里程的話 有些人都會想說里程我都不知道怎麼換 我一再強調說里程最好換的時間 其實增班就是一個最好的時間 你一增班他表一上 而且只要 其實我們收到新聞 就代表所有人都知道了 大所有人都知道 我們也表示他的位子已經上上去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 例如說我要從舊金山回來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怎麼飛 我想說我好想坐商務艙 但是我都沒有票 我今天跟你講增班 你還不敢去換 那你就是低能兒 你還在想說 是我坐財安榮比較好 所以難怪你會換不到 所以說我在講增班的同時 我在跟你講說 東極班表公佈的時候 就代表如果你有這些計劃的人 你可以看一下 你是不是要拿自己班回來 而且剛放這個班表的時候 可能一隻個飛機 可能都有四張商務艙 可能就是一個非常門戶不打開的情況 供你對換 而且也不會有什麼動態表格 因為那班的航班就是空的 對不對 他才剛放出來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這個可能也剛放上去賣信金票 他的里程一定是最標準的價格 所以其實這個對很多人來講 其實是很重要的 好 再來講最後一則偵辦消息 對不起 我今天是不是講了20小時了 20分鐘的偵辦消息 這則新聞就是日航 日航即將開航 雨天飛杜哈的航線 這個是日航開 不是卡達 日航開雨天杜哈的航線 所以也可以期待一下他們到底要用什麼機型去飛 因為他們也是即將要 應該是他們明年就有350的 有頭等航的國際線350應該就要推出了 也是期待一下他飛度航線會用什麼樣的機材 再來的話我想一下 再來這個是小新聞 就是國泰航空 國泰航空在台北飛關係的航線裡面 有部分的日期會改成用350-1000去飛 原本都說350-900去飛 有些跟著 從9月到10月底會用A350-900去飛 從9月底23號到30號之間會用A350-1000去飛 這個其實老樣子 這個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代表說你可以用里程去兌換 而且你可能就不是兌換到奴隸艙版本的777 而是這個比較快有機會比較寬的350這樣 但是我的新聞有些人想說 我都聽了我都聽你這個位置什麼的 我都會放在這一集的正下方 然後大家自己去看 我在思考說我要做一個blog去放這些東西 但後來我覺得太累了 所以我們每一集的正下方都有 我今天講的所有資訊 所以你聽不懂沒有關係 你忘記什麼10月幾號 我忘記好往下看就會看到 好這個征班就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因為今天真的非常多都是這種新聞 下一則新聞是全球素會 這一則其實蠻重要的應該放第一則 其實已經來不及了 花旗的全球素會即將在今天結束 7月23號 所以如果你還要轉錢的話 你聽到的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大部分人聽到應該是24號了 花旗全球素會 這個對於一般人的消息就是說 其實花旗在台灣確定已經結束了 它的卡即將會由新展去繼承 大部分新展已經承諾說權益不會變 這種什麼威秀 這種一定會留著的 這個其實真的是金雞母我覺得 所以因為威秀一定有付他們錢 這一定有互相授權的授權金等等的 但anyways就是新展會把它承接下來 印象當中信用額度會是加總 兩邊都是10萬的話 你的信用額度就會是20萬囉 這個我們在前幾期有提醒大家 因為有些人有對額度追求的 你其實可以趁機趕快把花旗挑一挑 加過來的時候就會爆表 所以這個也是一點小新聞 下一則新聞我們來講講MGM 上一週我們有講MGM就是決定 不要跟Haya去繼續參緬了 他們跟Haya分手了之後 隔一天他們就發新聞稿 MGM即將要跟萬豪繼續的無縫接軌 就真的是這樣 9月30號之前跟Haya還持續有合作 但10月1號之後就會改跟萬豪合作 甚至有些在Vegas裡面的集團 像是Bellagio會改挂萬豪的luxury collection 還有Aria會改挂autograph ParkMGM會改挂tribute 再來是Cosmapolitan 我一直都會唸這個 我之前有去Vegas 那原本很想住這一間 但這間就有一點很W感覺 這一間它原本就是autograph 那它還會持續挂autograph這樣子 所以說講簡單一點 MGM它本身就是一個Vegas才有的飯店集團 那它改跟萬豪合作之後 變成說萬豪的會員可以很輕鬆的 去這邊享有一些權益這樣子 那未來會不會有一些match 目前是聽說是金卡match金卡 就是MGM金match萬豪金matchMGM金 那這個有點廉價 其實有點廉價 就是萬豪金其實全世界都有 那這個就不知道他們未來會怎麼樣 然後未來resource fee會不會免掉等等的 或者是可不可以免費停車 在MGM的properties 就目前都還不確定 只是確定說10月1號之後改挂萬豪 那目前也聽說這個萬豪 也是可以承認MGM的一些stays跟耐 就是SMP 就是你那個房碗是可以累積的 這是目前聽到的部分 那也就是萬豪會變更水囉 會變更水了 基本上就是人人太盡吧 我覺得這個要刷到75萬 應該是不會太難的事情 畢竟MGM的房價真的非常便宜 總之就是說之前在MGM跟Hia合作的時候 剛剛那些集團其實都沒有改挂 Mirriott的一些系統 但是在這邊好像有一點更深度的連結 就是有些就已經還掛這個Mirriott的一些collection系列這樣子 好這個就是MGM的新聞給大家做一些分享 下一則的話是又是舊金山的新聞 真是越來越討厭這個城市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新聞 是說7月20號有舊金山飛往台北的聯合航空UA871的航班 因為這個機上有一名高市的旅客 所以他們被迫返回舊金山 就是已經起飛了 已經起飛了 那個三個小時後 然後在這個組員在送飲料的時候 已經送晚餐他送飲料的時候 結果這名不受控的乘客 就號稱 不是聲稱說他受著 受的某種影響 所以他就不斷不斷的往商務艙走過去 那個組員也跟他講說 這也是商務艙 你是金利艙的滾回去 當然不是這樣講 通常都是說這邊可能不能進去 通常這種時間布連都會拉住這樣子 然後就請他走回去 但是他一直不聽勸 不聽勸理論上是怎麼樣 台積航空可能就是 如果你要過來的話 我們可以跟你收費 或者什麼的 或者是直接叫比較大 可能Persia直接過來講 但是沒有 這個很有趣的是 最後機長直接決定要返航 直接決定返航就近山 所以就在飛機起飛了三個小時之後 吃完一餐喝了飲料的UA871 整班就回去舊錦山 然後舊錦山落地之後 這個傢伙 這個搞事的旅客就被警方直接逮捕 然後後來應該是換一批組員 然後就再飛 所以這個算是不幸中和大幸嗎 至少就是返航 然後飛 然後也沒有delay到非常非常久 這算是一個非常神秘的一則新聞 就是真的沒事不要往商務艙跑過去 其實你正常來說 你是不能走進商務艙那邊的 你也不能接廁所 你就是接廁所 你只能偷偷去 但是不建議 不建議 正常來說你是不能走過去的 這個就是一則非常神秘的 聯合航空新聞 好那再來下一則新聞 今天新聞真的非常非常多 下一則新聞是台灣旅客 台灣旅客在日本 已經成為最會買的人了 這個根據一些統計 在4到6月 今年的4到6月 台灣訪日本的消費 已經達到384億 這個是全世界冠軍 而且是384億不是什麼 一年是三個月 是在2023年Q24到6月 然後花了384億 所以不要再說台灣很窮 有錢人很多 你想個辦法變有錢吧 這個好偏差一個新聞 就是說其實真的台灣旅客 非常非常非常會買 而且是全世界最會去日本買的國家 而且沒有質疑 好那再來下一則新聞 是一個里程的新聞 就是在社群上面看到 如果大家有在用維征航空 維征大線航空的話 我強烈建議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跟BA一樣 就是有在抓這種你在賣里程 那怎麼樣子判斷賣里程 就是如果你常常開票都開給別人 但是自己沒有通行 這種就很容易被抓 所以我不是說你不可以開給別人 而是說強烈建議不要一直 就是我今天買了里程 然後過來然後去賣給別人 然後這樣子你去幫別人開票 每一次開的票的人都不是你自己 或是你自己都不通行 這個非常有賣里程的風險 在他們的規定裡面 它是可以直接封號 而且你基本上是沒有辦法上訴的 印象中有一個朋友 有一個百萬刷手 每個月百萬刷手 他在BA有一個里程 結果他後來直接被封號 非常非常的慘 所以他那時候就在那邊靠腰 但是就是賣太雄 加點就是賣太雄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賣 我會建議你不要低調一點 要不然你就也開一張吧 我想說就是你也開一張吧 但是你就同一個飛機 但是不要跟他一起飛 沒有啦開玩笑 就是不要太誇張 是這個維珍大縣航空 其實是有在封鎖帳號的這樣 如果你有要買 維珍大縣航空的人的里程 其實你也要小心了 你也要小心 應該說你要買人家的 因為現在很多在社群 都跟跟你講說什麼 維珍大縣航空0.46元 然後可以免費幫你開票 你都還是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還是小心為妙 最好是里程是自由比較好 為什麼這個 我特別講這則新聞 是因為其實很多航空公司 為了管控這種事情 他們通常會有轉讓名單 國泰是5個名單 長榮市每一年6個名單 新航每年5個名單 其實每一間航空都有這種規定 但是像是維珍大縣航空 像BA 像是其實美籍歐籍航空大部分 大部分都沒有這種轉讓名單 都沒有轉讓名單 也就是說在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會踩到它的點 是5個呢 還是3個呢 還是怎麼樣 如果我今天都只是幫別人開 像我今天幫新帝老師開 怎麼樣時候已經殺掉 其實都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比較討人厭的地方 所以那就是我個人的建議 我個人的建議是 如果你有這些里程 那你要幫別人開 不要超過3張 不要超過3張 如果你超過3張 然後你每一張都沒有跟別人一起的話 那就會有危險 那如果你先開3張 如果你後來又開了一張 你自己跟你的家人 這種 這種我覺得你就安全了 就是總之就是盡量里程 就是自己跟朋友用 那如果都是朋友用 這就是小小有一點危險這樣 那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要 就是我建議這種里程 永遠都是自由 自由都會比較好 你跟別人買 你不知道人家狀況是什麼 那你被砍票的時候 你是哭訴我們 你是哭訴我們 所以我覺得 就還是跟我以前講的一樣 就是我這邊都教你吊杆 你就直接去買吊杆吧 你就直接去買吊杆 好 那這一則新聞就到這邊 接下來最後一則新聞 我是一則提醒 就是最近有台風 這個是本集最貼近人生 最貼近大家生活的一則新聞 就是下週有颱風 這個颱風勢必聽起來是會登陸 應該會在影響最大的時間 應該是下週四 下週四或下週五 詳細大家請自己去 CWB上面看 就是中央氣象局上面看 或者是各式花式的新聞 遇到這種颱風 第一件事情要做什麼事情 看一下你 如果你的旅遊 可能是在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 要做什麼事情呢 不是取消 是趕快去買旅瓶線 趕快去買旅瓶線 這個就是買好買滿 老實說就是買好買滿 即使你今天 像我下禮拜六十有一個飛機 雖然一定不會有問題 因為每次颱風碰到台灣之後 就會很高速的遠離 但是也是因為有時候這個颱風 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會纏綿很久 有時候可能機場也有些問題 可能有漏水或什麼的 可能就會造成一些delay 所以通常遇到颱風 我自己都不會太難過 我就覺得太棒了 有一點就覺得 好那我就旅瓶線買起來 這樣子 因為我在疫情前有一個雙十截 我就是因為颱風的關係 所以我基本上那一次應該有倒賺蠻多的 其實也沒有倒賺 就是又把十支十付也拿到這樣子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你有旅行的話 可能要先有一些備案 或者是說你可能旅瓶線先買好這樣 至於旅瓶線是要在颱風警報 陸上警報先發 發了之前還是之後 還是海上颱風警報也算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總之其實我覺得這是也不算送分題 就是一個你很有可能會用到 如果你是下週四下週五飛的話 這樣子 就是花一點錢 這個時候不買 你什麼時候要買對不對 好那提醒就到這邊 我們這個系列就是在講一些 有的沒有的新聞這樣 這一集真的有非常非常多 這種很航空迷的新聞 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加減聽一下 因為我身邊雖然航空迷很少 但是有時候就不小心講到 就會不小心想要分享太多這樣子 也有一些比較實用的新聞 也希望大家聽著喜歡 如果喜歡這集的話 可以幫我分享出去 或者在Apple Podcast 會跟我們五星留言 我是小潔 我們下一集新聞直播集再見 拜拜 對 等一下 我們上一週因為我的聯合航空 我的UA大滿關的一件事 就是我掉行李行李裡面東西 包包還掉的那些事情 我有錄了幾集 後來我也在我instagram上面有抱怨一些 有一位廖先生就非常溫馨的 有donate我一則 有donate我這個想要補貼我小小損失的錢 其實他donate非常多 其實donate非常多 正常人不會抖那麼多的 所以很感謝大家 很感謝廖先生 那也很感謝之前有donate的人 還有現在有在定期有在訂閱的人 這樣子 拜拜